请姊妹早晨 我们过了普尔节崇拜 虽然不可以实体 但是我们都经历了神很多很多的祝福 当然在疫情当中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够做 当在疫情中我们很多事情做不了 就是教会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但是在疫情中我们也做了 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做到的 我的看见就是神是真的 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作为 不是一把口能够说得完 就是不是一张嘴巴可以讲完的 一个脑袋可以想清楚的 或者一次的分享可以说完 或者是一次的分享可以把它都讲出来 因为是很多很立体的 你都想不到的东西 是人没有想到的 只有神是奇妙的 只有神是奇妙的 如果你不知道我讲什么 你听回我们的主崇吧 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你可以听我们的主崇 就是前天的我们的主崇 就是前天的我们的主崇 好啊 那今次我们又回来读比特前书 这次我们要回来读比特前书 我们读比特前书第二章 因为第一章读过的了 我们读比特前书第二章 因为第一章已经读了 是上个礼拜二读的 是上礼拜二读的 我们跟着就跳了去以斯帖记 读了十章 然后我们就跳到以斯帖记 读了全部的十章 主要因为是普尔节 主要是因为普尔节 那今天我们就回来 接着比特前书 那今天我们回来 接着比特前书 第二章是讲神子民有盼望的生活 第二章讲神子民有盼望的生活 神的子民在艰难当中 他们的生活是有盼望 不应该这么说 神的子民在艰难的岁月 应该这样讲 神的子民在艰难的岁月 是将那个盼望活出来 是把那个盼望活出来 我们第一章讲的时候 就是顺服地活在活泼长存的盼望中 活泼长存的盼望 我们是活在那个盼望里面 讲了那个原因 那讲了那个原因 还有那个真理是什么 讲了真理是什么 第二章就是讲 这个生活是怎样做呢 那他第二章就讲 这生活是到底怎么样的 那个内容是什么呢 那个内容是怎么样 没错很艰难 没错很艰难 那我们在艰难当中 是怎么样去活出 这个有盼望的生活呢 那我们在艰难中 怎么活出这个 有盼望的生活呢 特别讲到神的子民 特别讲到神的子民 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 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 这里是讲到 我们不单是 就是彼得写信给所有的人 分散的人 在这个土耳其北部 所有教会的敌情节目 这里不单只是讲到 彼得写书信给分散 在土耳其北部的 所有的弟兄姊妹 其中很多犹太是犹太信徒 也有外邦的信徒 也有外邦信徒 他告诉他们 他们是神的子民 这个神的子民 就不单单是犹太人 神的子民 不单只是犹太人 而是犹太的信徒 而是犹太的信徒 和外邦的信徒 和外邦的信徒 当时的犹太人 当时候的犹太人 我们看回他们的背景 我上个礼拜二都说到 当彼得去写这封书信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 尼陆王烧了罗马城之后 我上星期二也提到 彼得写这书信的时候 是应该在尼陆王焚烧了罗马城之后 是六十几年 应该就是主后六十四 六十四年 主后六十四年 罗马城大火 七月十八号罗马城大火 还有是六十六年开始 就是打犹太战争 六十六年之后就是犹太战争 如果大家去以色列都参观 都会参观这一类的地方 如果大家去以色列参观 你就会参观到这一类的地方 是很惨烈的 那时候是很惨烈的 打了好几年 打了好几年 好几年 还有呢 因为犹太战争的缘故 在主后六十七十年 那因着犹太战争的缘故 在主后七十年 所以六十四年就是罗马城大火 六十四年就是罗马城大火 然后过两年就是犹太战争 犹太战争 就是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政府 就是犹太战争就是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政府 就是犹太人起来革命 就是犹太人起来革命 希望能够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 希望能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 他们起来反抗罗马政府 他们起来反抗罗马政府 当然当时的尼陆王是非常残暴 但是当时的尼陆王是非常残暴的 他对基督徒就特别不好了 他对基督徒就是特别不好 所以将罗马城的焚烧 就是基督徒所做的 他将罗马城被大火烧尽 他说是基督徒做的 所以他已经很讨厌犹太人了 他已经很讨厌犹太人了 甚至有犹太战争在 甚至有犹太战争在 他就更加讨厌基督徒 他就更加讨厌基督徒 所以基督徒是非常 他的苦难是非常之大的 所以基督徒的苦难就是非常大 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得到 不是我们今天可以想象到的 之前很多的迫迫根本就不在话下了 之前很多的逼迫已经不在话下了 好像斗兽场那些大家都看到的 都知道的历史 好像斗兽场这些大家都知道的历史 是非常之惨烈 是非常惨烈的 就是说政府对基督徒 对犹太人都非常之不好 对犹太人当然不好 因为有犹太战争 政府对犹太人当不好 因为有犹太战争 对基督徒就特别不好 对基督徒就是特别不好 而是在主后七十年 在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就被毁了 耶路撒冷被毁 就是圣殿都被毁了 就是整个圣殿被毁了 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 是犹太人打败了 犹太人打败了 所以他们被毁之后 又要继续逃亡又在追杀 被毁之后他们逃亡被追杀 彼得前书是在这段时间里写的 那彼得前书就在这段时间写的 是政府对他们极端极端极端的不好 政府对他们极其极其的不好 而犹太人对他们也都是好不好 而犹太人对这群基督徒也是非常不好 而当时使徒保罗 而当时使徒保罗也训道 彼得也会训道 彼得也会训道 他写了这封信 但这封信再一路传出去 那这封信再一直传下去 可能是之后的事 那可能是之后的事 所以我是将大家带回去犹太人 他们收这封信的时候的处境 我想把大家带回到犹太的信徒 收这封信的时候的背景 还有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的信息 你知道我们更加能够明白到 他在彼得前书第一第二章 甚至去到第五章 他讲些什么 你知道我们更加明白 在彼得前书彼得所讲 第一到第五章所讲的 为什么第一章讲活泼常存的盼望 为什么第一章讲到活泼常存的盼望呢 还有彼得圣灵感动 他真理的立场是什么 而且彼得讲到他真理的立场是什么 当时罗马政府对基督徒 是追杀的 当时罗马政府对基督徒是要 暴杀的 要追杀的 屠杀的 因为犹太人都不好 因为犹太人都不好 都起来反抗 基督徒是否要参与犹太战争 犹太革命 起来反抗罗马政府 来反抗罗马政府 你看这个彼得 你看这彼得 当耶稣去到赫西玛利园 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 受死的时候 他在赫西玛利园 当人兵兵来捉耶稣的时候 他怎么做 拿刀出来 他其实是想着复国的 如果当时的彼得 他一定会参与犹太战争 如果当时的彼得 他一定会参与犹太战争 但是到这个时候 但是到这个时候 耶稣升了天 耶稣升天了 彼得看到的是 永恒的盼望 彼得看到的是永恒的盼望 活不长全的盼望 他看到的是 这个真理 这个雷物动是什么 他看到这个真理 这个道是什么 他叫大家要活出这个真理 他叫大家要活出这样的真理 而不是跟随犹太人 去跟罗马人打仗 去革命 而不是跟随犹太人去革命 去跟罗马人打仗 他追求的根本不是 地上的生活方式或者制度 他追求的根本不是 地上的生活方式或者制度 建立某一套的制度 就是犹太人自主自立的制度 去建立一个犹太人自主自立的制度 甚至犹太人得自由的制度 甚至犹太人得自由的制度 他不是追求的 他不是追求这个 我想我们弟兄姊妹 到今天我们再读别的前书 而不是之前社运的时候读 之前这样读很多人听不到 今天才读别的前书 而不是在之前我们有社运的时候 所以我都佩服我们偏读经的进度的同工那些的智慧 还是圣灵感动他们 我也佩服我们偏承导读进度的同工 他们的智慧或者是生命感动他们的 之前读一定吸不下很多人 之前读这里很多人应该是吞不下去的 今天我们就来看了 那今天我们来看这里 对于当时的基督徒面对犹太战争 甚至耶路撒冷被毁 对于当时基督徒面对犹太战争 甚至耶路撒冷城被毁 不只是犹太人 甚至基督徒大家一起都是被罗马人追杀 不只是犹太人 是基督徒一起都被罗马人追杀 在苦难当中 生活岁月是很黑暗 生活岁月很艰难 是很黑暗 但是彼得叫他们要活出神子民的样式 是有盼望的生活 彼得叫他们活出神子民的样式 是有盼望的生活 我们是有盼望这样去生活 我们是有盼望的这样生活 第一节到第三节 一到三节 他的小标题是 除去恶毒 爱慕神的真理 我们给的小标题是 除去恶毒 爱慕神的真理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 诡诈并假善 叫你们长大 叫你们长大 当然我们将原文的意思是说出来 但是因此占掌 以致得救 其实原文是 That you may grow 就是这样而已 但是我们就是再加 Glow in salvation 因为Glow Glow是什么呢 就是补上去的意思 原文只是因此长大 没有说以致得救 这是补上去的 还有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还有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必如此 就必如此 亦都是补上去的 就必如此 这就必如此 也是补上去的 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是你们尝了得救 就是你们已经得救了 你们已经得救了 其实尝过主恩的味道 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尝过主恩的味道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过说话 你一定要看妈妈的味道 讲一个笑话 你一定要看妈妈的味道 就知道611的味道 你就知道611的味道 师母的分享是最有气息的 师母的分享是最有气息的 他说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他说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 是指什么呢 其实是指第二章的22节 是指第二章的22节 第一章22节 你们既因此信从真理 结淨自己的心 以至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伤害 11章22节 你们既因信从真理 洁净了自己的心 以至爱弟兄没有虚假 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尝过主恩的滋味 就是你因信从真理 应该这么说 尝过主恩的滋味 你就是结淨你自己的心 你尝过主恩的滋味 意思就是你洁净了自己的心 你洁净你的心 是因为你信从真理 你洁净了自己的心 是因为你信从了真理 而进入对弟兄没有虚假的爱 进入爱弟兄没有虚假里面 就从心里切实相爱 其实你能够进入 对弟兄没有虚假的爱 心里切实相爱 是因为你信从了真理 你可以进入爱弟兄没有虚假 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 是因为你信从了真理 就是你结淨了你的心 当你信从真理 你就结淨了自己的心 当你信从了真理 你结淨了自己的心 你就进入爱弟兄里面 你就进入爱弟兄里面 没有虚假 就是可以做到彼此的切实相爱 可以做到彼此切实相爱 那你这个真理 其实就是那个活潑常存的度 而这个真理就是那个活潑常存的度 第一章的是23节 你蒙得重新是因为这个度 你们能够重新是因着这个度 要跟大家讲的 一章22节的真理是truth 一章22节的真理 就是the truth 第23节的常存的度是word logos 第23节的常存 活潑常存的度是logos 第25节是永远是永存的 所存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度 第25节这两个度 这个字是reema 这个是有提到顺从真理 我们能够被改变 去到有那个真爱 我们被改变 以至有真爱 心里能够完全的结晶 心里能够完全的结晶 是因着这个logos 活潑常存的话 这个就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而神的话讲了出来 成为reema 而神的话讲出来就成了reema 就是我们使徒跟他所讲的 我们现在reema给你的 这个福音 就是使徒所说的 我把这个reema给你 就是这个福音 就是现在在真理而出的 这个度 从真理而出的这个道 就是即时讲给他们 就是即刻讲出来给他们的 我们如果理解 word就是很多很多很大的 永远存在 我们讲这个word 就是活活长存的 就很大很大 那个又是真理 那个也是真理 从这个真理 从这个logos出来的 那个就是reema 从logos出来的 那个是reema 就是对你当时那一刻 是很有用的 就是对你当时那一刻 是很有用的 是供应你那一刻的需要和生命 是供应你那一刻的需要和生命 那我们了解了 所以第二章第一章 所以你要除了一切恶毒 你已经是心飘和了 所以第二章第一节 就是要除去一切恶毒 因为你的心已经飘和了 这个word也有reema 你有word也有reema 你有重生的生命 你有重生的生命 所以你就要除去恶毒 所以你要除去恶毒 一切毁谤的话 一切毁谤的话 就是他们当中 有误诈又有假事又贼道 有恶毒 有毁谤 有假散 有嫉妒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正是在很高温 很压力的焚烧当中 因为他们当时是在很高温 很压力的焚烧里面 他们的生命是不保 他们的生活是艰难 他们又是要逃亡 他们又是被攻击 又被毁谤 所以他们很多的反弹 用六一的术语 就是很多的波子出来 因为他们的生命是很艰难 生活也很艰难 然后很多的毁谤 很多的压迫 所以他们里面就很多 用六一的术语 就是很多的弹珠 但是彼得说 你既然已经重生了 有神的话了 彼得说 你已经重生了 有神的话了 你们都听了这个道了 你们都听了这个道 这个福音 所以这一切的反弹 你都不要的了 这一些的反弹 你不要要 圣灵已经带领你 进入一个纯正的心 圣灵已经带你 进入一个纯正的心 你有一个新的生命 你已经是重生了 你已经有新的生命 所以就要像财生的鹰鞋 爱慕灵乃一样 就要像财生的鹰鞋 爱慕灵乃一样 灵乃这个灵字 灵乃这个灵字 他说你是因道而重生 他说你因道而重生 所以你要返回那个道 继续的爱慕那个道 你就会长大了 你要回到这个道里面 继续爱慕这个道 你就长大了 好像刚生的BB一样 好像刚生的BB一样 你就会长大了 你就会长大 是这个道让你重生 是这个道让你长大 所以我就将它 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无为大家就进入 那个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那个想法里面 就因此你就长大 你就不要进入那个得救 一次得救 因为这个就会有争论 是不是一次得救 就永远得救 那里是有争论 究竟是不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呢 那你就会产生争论 就是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 就永远得救 不过是第一次得救 你要真正的得救 我要把我立场告诉你 真的是我相信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但是你的第一次得救 一定是真心的得救 真心有信心的 不是为了面包奶粉而得救 不是为了面包奶粉而得救 OK 就是 好了 我们去到第二段 我们到第二段 第四节到第十节 四到第十节 第一段说 我们要除去恶读 爱慕话语的乃 第一段说 我们除去恶读 要爱慕神的话 我们就长大了 第二段四到十节 第二段四到十节 是说我们要成为 要依靠神的话 被建造 成为灵工 我们是以靠神的话 被建造成为灵工 献上灵祭 献上灵祭 是第四节到第十节 这是第四到十节 就是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 我们既然是神的子民 我们一方面要除去恶读 我们要爱慕神的话 我们一方面要除去恶读 爱慕神的话 但我们要怎么看 我们现在 在艰难当中 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做呢 那我们要怎么看 现在在艰难中 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办 实际上怎么生活呢 实际上怎么生活啊 彼得告诉他们 我们是成为灵工 作神的祭司 献上灵祭 彼得告诉他们 我们是成为灵工 作神的祭司 献上灵祭 你们有常个主人的证明 就必于此 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損所宝贵的 你们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却是被神所拣損的 所宝贵的 彼得说你们是被神拣損的 彼得说你们是被神拣損的 是宝贵的 是宝贵的 我们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我们固然是被人所弃的 基督徒 当时的弟兄姊妹 你们是被犹太人所弃绝的 当时候的基督徒 弟兄姊妹 你们对当时的犹太人所弃 被犹太人弃绝 你们也是被罗马政府所弃绝的 你们也是被罗马政府所弃绝 但是你们却是神所拣損所宝贵 但是你们却是神所拣損所宝贵的 当他们被弃绝的时候 被弃绝的时候 他的identity是什么呢 当他们被弃绝 被弃绝的时候 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犹太人不要我 政府不要我 犹太人不要我 政府不要我 犹太人不要我 罗马政府不要我 那谁要我 那谁要我 我是谁 我是谁 彼得告诉他们 你们是被神拣选的 神拣了你 神宝贵你 我们的identity是什么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神所拣选 你是神所拣选的 你是神的子民 你是神的子民 神拣选你 要将你建造成为灵工 神拣选你 要叫你 要建造你成为灵工 作圣洁的祭司 作圣洁的祭司 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约纳的灵祭 你是神所拣选的 你是要作灵工的 就是神所建造你 他说你们是神拣选的 是要建造成为灵工的 是神建造的 看来我把我所拣选所宝贵的 房国石安放在石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自愧愧 他引用旧约了 他引用旧约说 看来我把所拣选 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 信靠他的人必不自修会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 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 就有话说 将所起的石头 已在你房国的头发石头 又说 在你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盆石 他们既不信从 就在真理上跌倒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为宝贵 在你不信的人有话说 藏人所起的石头 已做房角的头发石头 又说做了半脚的石头 跌人的盆石 他们既不顺从 就在这道理上半跌了 他们这样半跌 是预定的 你们爱慕灵奶 你们爱慕灵奶 爱慕神的话 爱慕神的话 神拣选你的 神经的你 你继续长大 并且神会拣选你 将你在这个奶的喂养和神的工作之下 你会成为灵工 献神所要的月纳的制 你会长大 在神所拣选的 神的供应的灵奶里面 你们会被建造成为灵迹 是神所越纳的 就是说在他们当日的困难苦难当中 就是在他们当日的困难苦难中 表面上是艰难的 表面上是艰难的 好像我们今天这样 表面上我们在疫情当中 我们是艰难的 好像我们今天表面上 我们在疫情中 我们是艰难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是神就决选的 我们知道有神的 我们知道有神的 我们也是得救的 我们有神的话 我们有神的话 所以我们会长大 所以我们会长大 而在这个困难当中 我们要看这一切的困难是什么呢 是神建造我们成为灵工 是神建造我们成为灵工 而在这个困难当中 我们献上一个属灵的祭 而在这困难中 我们献上一个属灵的祭 今天我们当时苦难的生活 我们今天苦难的生活 我们要怎么看呢 是向神献祭 在当时苦难的生活 或者我们今天面对苦难的时候 我们都看为是向神献的一个祭 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 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 所以我们在道理上面 在真理里里面 在话语里面 我们踢神的话 和我们信靠神的话 在道理上 在真理上 在神的话里面 我们吃 我们信靠神的话 这些话和主 是很宝贵的 对我们来说 这些神的话 对我们很宝贵 而那些不听的人 不信从神的话的人 那些不信从神的话的人 他们就在神的话上面跌倒了 他们就在神的话上跌倒了 神的话就成为他们的半脚石 神的话就成为他们的半脚石 就是那些不信的人 不听神的话的人 他们就会跌倒了 他们会跌倒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属神的子民 是圣结的角度 在这一切困难里面 我们向神献上灵制 我们向神献上灵制 我们在这一切困难里面 我们知道我们被神拣选 我们知道我们被神拣选 我们继续信从神的话 我们继续信从神的话 抓住神的话 抓住神的话 抓住神给我们的盼望 抓住神给我们的盼望 在这个困难苦难里面 我们宣告 呼召我们进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这困难苦难中 我们要宣告 那遭我们出黑暗 尽其妙光明者的美德 所以我们怎样胜过困难呢 我们在宣扬神的美德 我们要宣扬神的美德 我们向神献上那个祭 我们向神献祭 我们不要苦毒 不要咒骂 好像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 好像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 听见吗 你知道我们四天而已 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我们在世间 从317开始 我们做那个救灾 做了四天 有八百多个人 是八百多个人 我们把物资送到他们手中 防疫包 食物包 防疫包 食物包 生活的需要 我们收到很多的回应 我们收到很多的回应 大家都很感恩 大家都很感恩 并且有些美神又 疫情过了 我都要回教会 有些还没信的 就说疫情过了 我一定也要去教会 因为他们深受感动 因为他们受到了 受感动 是我们同工 我们弟兄姊妹 亲自送到他们家 所以我们同工 弟兄姊妹 亲手送到他们家 好 我们看第三段 我们来看第十一到二十节 十一到二十节 这里就是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一段是讲对自己 如何去长大 第二段是怎么讲 在这个生活的艰难当中 我们如何去对神 第二段讲 生活艰难力 我们怎么对神 我们向神献上灵制 我们宣扬神的美德 我们宣扬神的美德 第三方面 就是对那些外邦人 第三方面就是 对外邦人 怎么对外邦人呢 这个有盼望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是有盼望的 我们生活是有盼望的 我们在盼望当中 去过活 虽然是苦难 但是我们有盼望 虽然有苦难 但是我们有盼望 所以我们是怎么对那些 毁谤我们 攻击我们 甚至要屠杀我们的外邦人 我们怎么对那些毁谤 毁谤我们 攻击我们 甚至屠杀我们的外邦人 甚至要压制我们的 那些罗马制度 甚至要压制我们的罗马制度 彼得怎么讲 亲我的弟兄 你们是客女士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价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属于灵魂真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品行端正 叫那毁谤你们 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监察的日子 归荣耀吸神 十一节亲爱的弟兄 你们是客履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 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 应当秉行端正 叫你毁谤你们作恶的 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便在监察的日子 归荣耀与给神 第三段的第一个小点 就是要品行端正 第三段的第一个小点 就是秉行端正 对外邦人我们要品行端正 叫他们 虽然是毁谤我们 但是在监察日子 神是真的 神会做事的 他们到最后 他们都要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第一段的小节 就是要怎么对外邦人 因为我们要平行端正 好像在神建察的日子 他们也把荣耀归给神 然后十三到十七节 就是要说要 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就讲顺服人一切的制度 所以第一章讲到 我们要顺服的 活泼长存的盼望 第十三节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上善废我的神宰 你们为主的缘故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君王所派 罚恶赏善的存在 因为神的旨意 要是叫你们行善 可以堵转那胡同无知人的口 你们虽是自由的 却不可借着自由 遮盖恶毒 总要做神的仆人 无要尊敬众人 亲爱教宗的弟兄 敬畏神 尊敬君王 当时的信徒 他们所处的处境 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信徒 所处的处境 大家都知道 但是彼得叫他们怎样 那彼得叫他们怎样 为主的缘故 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为主的缘故 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在上的君王 或是上善废我的神宰 或者是上善法恶的存在 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 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神的旨意是叫你们行善 神的旨意叫你们行善 要他们顺服当时 杀他们的制度 真的很难 要他们顺服当时 要杀他们的制度 真的很难 逼迫他们 追赶他们 逼迫他们 那些制度 根本是不对的 罗马当时的制度 是不对的 罗马当时的制度 是不对的 对犹太人 对犹太信徒 是非常不好的 拿名 真的要取他们性命的 但是彼得说 你们要顺服 但彼得说 你们要顺服 为主的缘故顺服 向神献上灵工活祭 向神献上灵工活祭 对人 对人 罗马你虽然是这样 逼迫我们 罗马政府 你虽然这样逼迫我们 告诉大家 甚至彼得 这封信应该是在罗马写的 但是他不敢说 他在罗马 他说他是巴比伦 彼得这封信是在罗马写的 但是他不敢讲是罗马 他讲是巴比伦 是用比喻 是用比喻的 他说你们要顺服 人一切的制度 其实就是 你要顺服 这些拿我们命的制度 他说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就是顺服你取你性命的制度 没有公义 没有公平 没有公平 没有真理 恶毒诡计 你要顺服 你要顺服 为主的缘故 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善行 叫他们归荣耀给神 因为神的旨意 也都叫我们行善 因为神的旨意 是叫我们行善 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们这样逼迫我们 他们这样逼迫我们 我们应该怎样 我们应该怎么办 犹太人就说 打回他们 很多人 比如犹太人就说 我们就死了 打到最后一兵一折 我们还击他们 然后打到死 最后只剩一兵一折 我们要自由 我们要脱离他们 所以我们跟他们砌过 罗马政府说我们不好 罗马政府说我们不好 我们要制造我们的文书 说他们不好 我们要制造我们的文书 说他们不好 其实这样就打仗了 你看见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就是这样 你看到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 很多的诽谤 很多的毁谤 你所知道的 收到的讯息 很多是假的 你所收到信息 很多可能是假的 我看过一个短片 我看到一个短片 就是我的同学 是送给我的 我有同学寄给我 在乌克兰 一大堆的死尸 盖着部分在地上 乌克兰一大堆的死尸 盖着布 躺在地上的 有人在拍 拍宣传片 拍宣传片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看到一些死尸会动的 因为你死的人会动 他会把自己套起来 把那个杯子盖好一点 翻开来又盖 这些都拍出来 这些都拍出来 我看这个时候 可能是假的 这可能是假的 可能 如果我是乌克兰人拍的 那个是假的 如果是乌克兰人拍的 那是假的 也都可以是俄国人拍的 也可能是俄国人拍的 就说他们做假的 就说他们做假 其实就是假上假的 就是假又假 不知谁是真谁是假 明白吗 他们在这样的处境当中 彼此的恶毒 他们在这样的处境中 是彼此恶毒 所以面对压力的时候 我们都很容易 进入很多鬼的阴毒 所以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我们进入这个苦毒 但是我们要遵从神的心意 叫他堵住别人对我们的 要堵住 那些人对我们的攻击 别人对我们的攻击 我们有自由 但不要说我们用自由去遮盖恶毒 我们有自由 但不要用自由遮盖恶毒 就是你政府 罗马政府这样对我们 好了 那我们又作假又对他 那罗马政府这样对我们 我们又做假 他说我们不好 我们又说他不好 他对我们不好 我们就说他不好 甚至先和其他民族一起起来 甚至三度其他民族一起起来 你鹿王好不好 我们就推翻他 我们的王不好 我们就推翻他 你鹿王 你鹿王不好 我们就推翻他 大家都知道 你鹿王很不好 我叫全地的人一起来推翻他 叫全地的人一起来推翻他 很多革命都会 希望你自己带头的时候 有人跟进 很多的革命就是 希望你自己带头的时候 有人跟上 有人跟进 你就会成功 有人跟进 你就会成功 没有人跟进 你就会失败 没有人跟进 你就会失败 好像乌克兰的战争一样 好像乌克兰的战争一样 很希望西方北约能够跟进 乌克兰当然希望北约 很希望美国能够跟进 很希望美国跟进 如果没有其他国家跟进 他就败 如果没有别的国家跟进 他就败 有其他国家跟进 他就败 有其他国家跟进 他就可以 所以当中有很多的文宣 宣传 很多的东西 当中很多文宣 宣传 很多事 在很多政治运动里面都是这样 在很多政治运动里面都是这样 但是彼得叫我们 不要用自己的自由 来遮盖恶毒 彼得叫我们不要用自己的恶毒 自由来遮盖恶毒 大家明白这里讲的 以前你读不明白 现在你就明白了 以前可能读不明白 什么叫自由遮盖恶毒 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总要做神的仆人 总要做神的仆人 好了 我们跳到最后 我们跳到最后了 18到20节 18到20节 就要做神的仆人 就做神的仆人 顺服一切的制度 顺服一切制度 是 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存敬畏的心 顺服主人 就连那乖僻的也要顺服 他讲的是谁 他讲的是李洛王 好了 21节到最后 第四大段题下 就是 蒙召跟从主 受苦 蒙召跟从主 为义受苦 将一切结果交给审判的主 将一切结果交给审判的主 神呼召我们 是要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 你看耶稣怎么样行 神呼召我们效法耶稣的榜样 耶稣怎么做 我们就跟着耶稣的榜样 我们就跟着祂的榜样 这是一个灵制 这是一个灵迹 这是一个灵功 这是一个灵功 神有祂的心意 神有祂的心意 神会保护我们 神会保护我们 神有祂的想法 神有祂的想法 我们就顺服 我们就顺服 好 祝福大家 好 祝福大家 祂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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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祂的祂的祂的忘记 主要我們多謝祢賺美地 我將自己完全顯示 毫無保留站在祢的腳前 所有的遺憾一切的存在 無論呼籲哪都交托給祢 祝我先上生命給祢 用我一切敬禮 來榮耀的生命 祝我先上一生給祢 願我讚美神奇 能成為先上活祭 我先上生命給祢 我將自己完全顯示 毫無保留放在祢的腳前 所有的遺憾一切的存在 無論呼籲哪都交托給祢 過去的遺憾 過去的遺憾 將來的遺憾 還有那沒有時間的夢想 我所有希望 我所有希望 我所有計畫 全任何全心 都交錯給祢 祝我先上生命給祢 有我先上生命給祢 有我一切敬禮 來榮耀的生命 祝我先上生命給祢 祝我先上生命給祢 有我一切敬禮 來榮耀的生命給祢 祝我先上生命給祢 能成為先上活祢 我先上生命給祢 能成為先上活祢 我先上生命給祢 能成為先上活祢 我先上生命給祢 主啊 我們感謝祢 我們感恩祢 因為祢選選我們這裡 每一個人 祢選選我們線上 每一個弟兄姊妹 成為祢的寧供 主啊 我們感謝祢 祢讓我們尚過祢主恩的滋味 主啊 祢主恩的滋味 何其美 何其美 祢的恩典何其大 祢的恩典何其美 主我們感謝祢 弟兄姊妹 我們開聲 感恩我們的主 因為我們每一個 都是被祢選選 我們才能夠進到 進到神的家裡 好嗎 我們開聲 我們感恩 我們說 主我们多谢你的简讯 多谢你简讯我进入你的家里 多谢你简讯我有份 主 多谢你简讯我们进入光明的队里 离开黑暗 主我们多谢你这个 这么美的简讯 耶稣我们感谢你 赞得你 当我们仍然在黑暗里面 你拣选我们 让我们在你的国里面有份 耶稣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将我们从黑暗的角度 进入光明的角度里面 让我们能够进入爱子的角度里面 耶稣我们赞美你 你用你的话语 你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 耶稣我们赞美你 神我们赞美你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充满着很多的软弱 很多的无助 很多的无知 神啊你用你的爱 用你的慈性爱送 来牵引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你的光明 进入你的爱 进入你的盼望里面 让我们的生命在里面 活得越来越有意义和精彩 神啊我们多谢赞美你 主要你将你的圣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得胜 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有力量 神啊我们赞美我们 多谢你 神啊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 但是你却用这份永不止息的爱 来到去充满我们的生命 主要是让我们的生命 是越来越有力量 主要我们赞美我们 多谢你 主要我们知道 我们的生命 本来是很无助的 但是欣赞你的恩典 欣赞你自己的 加能磁力的缘故 我们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 来到向前行 神啊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有你的生命就不一样 神啊我们多谢赞美 阿们 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 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 诡诈并假善 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神的婴孩爱慕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叫你们因此长大 弟兄姊妹感谢神 让我们有恩典可以来到成道当中 我们可以把手放在我们的心上 跟主说 主啊是的 你的话语在我的里面成为甘甜 我要越发的渴慕你的话语 我要越发的渴慕你的话语 甚至我们在默想当中里思想 你的生命有没有曾经 因神的话语而改变过的 我们来到主面前 让圣灵帮助我们 更深渴慕主的话 更深渴慕主的话 主圣灵我们欢迎你 现在就运行在我每一个弟兄姊妹 每一个同工的内心里面 主啊我们信主的第一天 直到如今 我们都知道圣经好重要 神的话语好重要 主啊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是一个从拜偶像的家庭出来的 我们一读神的话语就想睡觉 就打瞌睡 我们好像就是没办法进入 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说 圣灵帮助我们 求圣灵你帮助我们 我们跟你说我们渴慕 我每一个弟兄姊妹在他的家中 在教会里面 主啊他们就说我渴慕你的话 我渴慕你的话 主啊如果没有你的话 主啊我的内心就是苦毒 就是论断 就是从小到大成长 习惯的错误思维 主啊我不懂得面对艰难 不懂得面对困境 主啊很多时候在艰难困苦当中 就很想要用自己的方法 来抵挡 来对抗 来谩骂 来苦毒 主啊但是有你的话就不一样 主啊呼求你把你的话给我们 圣灵啊引导我们爱慕神的话 圣灵唯有你来可以帮我们 因为你是真理的灵 圣灵啊你是真理的灵 唯有你来可以叫我们认识真理 或者我们读不通的 我们不明白的 圣灵啊在这艰难的环境里头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圣灵 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有纸板圣经 我们电子圣经 但是圣灵啊如果没有你 我们读不通啊 圣灵我们向你呼求 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 同工弟兄姊妹开你的口 开你的口 来跟神说 主啊我爱你的话语 我渴望更多 我渴望读得通 我渴望看的明 我们同生开口来呼求我们的主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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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不通啊 主啊 我们会拔门啊 主啊 那世界要多做我们的世界呢 终时关锁我们也不是很多读你的话语 主啊 我们渴望更多 我们渴望更多好羡慕你的话语 主啊 我们渴望更多 我们渴望读得深 主啊 我们渴望读得近 主啊 我们渴望更多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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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引导我们 主啊 在患难中 祢给我们好多好多的安全带 主啊 祢要我们用你的话语 吸在我们的腰上 每一日对我说 你生命的话语 显密你心 请爱上你 叫我生命之大 主啊 我求你 说每一人对我说话 你生命的话语 主啊 让我们更深刻目睿 显密你心 请爱上你 叫我生命之大 叫我生命之大 开我眼 使我看见 提升我的灵 使我换成你的话 使我能再次拥有心 我需要你生命之大 我需要 谢谢你建造我们 我需要 我们很需要 主 我需要 我们很需要 生命之大 我需要 赐给我们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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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命的 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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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命的 我爱 你生命之大 哈利路亚 神用祂的话语建造我们 成为灵工 我们成为祂圣洁的祭司 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主面前 来向祂献灵机 如果弟兄姊妹 你在家中方便 你跟着我一起 我们可以跪在地上 我们把自己献给我们的主 主要当我们跪在地上的时候 祝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他们在家中 所面对的困境都不一样 祝我们在香港这个疫情的困境里面 面对许许多多的艰难 主要 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还在患病的挣扎里面 还在确诊的挣扎里面 可能有的人 他今天就是在隔离的地方 来聆听承道 在医院当中来聆听承道 主啊 可能不方便跪在地上 但是他的心向祢臣服 他说主啊 我把我自己献给祢 我把我自己献给祢 我把我的口献给祢 因为我不出恶言 我把我的眼献给祢 因为定睛在我主的身上 主祢是活食 祢在艰困当中 被弃绝底下 祢不开口 祢如羊被牵到宰杀之地 祢仍不出身 主啊 我仰望祢 我仰望祢 献给祢 献给祢 主啊 主啊 我有自由愤怒 我有自由咆哮 我有自由谩骂 我有自由数算别人的错误 主啊 但是我献给祢 默默无声 转灯后 主啊 因为祢配得 因为祢配得 主啊 我们是一群在香港的人 在每天 每天有过万的确诊里面 祢我们决定 凡事谢恩 祢我们决定 不住祷告 祢我们决定 常常喜乐 帮助你 主啊 这是我们想祢的机 主啊 祢的教会决定 可以去爱 可以去给 因为祢就是这样做 祢就是这样做 主啊 我们把握机会跟随祢 祢我们把握机会跟随祢 主啊 这是我们向祢所献上的机 主啊 我们爱祢 主啊 我们爱祢 耶稣 弟兄姊妹 你有什么可献上的 跟神说 主啊 我献给祢 我献给祢 我放下我的脑怒就是为了祢 我放下我的恶言就是为了祢 我扬生赞美也是为了祢 开口跟祢说 耶稣 我们向祢献上赞美 就是在香港这个艰难的时候 我们要求求我们定睁仰望祢 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睁祢 你是美善的神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是我们所仰望的 你说仰望你的人 必不至于收睿 我们仰望你的耶稣 在艰难的时候 我们仰望你 仰望你的依旨 仰望你的同在 仰望你私恩的手 临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仰望你 我们在这个艰难的时候 我们要宣告 你是我们的盼望 你是我们的力量 你的话语 成为我们在荒乱中 那个叫我们辞定的 叫我们坚定的 叫我们稳妥的 你的话语是我们所渴望的 就是今天我们的慳望你 在这个艰难的日子 我们的心定睁仰望你 是吗 神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你的养生 主要活出你自己的榜样 是 主 主要你面对恶劣的环境的时候 主要你没有批评 你没有论断 你没有埋怨 你将自己完全交给天父 实在让我们的生命 在艰难的环境的时候 主要让我们 拿走我们里面的埋怨 拿走我们里面的苦毒 拿走我们里面很多的控宿 主要让我们的心 单单地来专注在你的面里面 单单地来依靠你 知道你是那位掌权的神 知道你是那位在我们生命里面 是作王的神 你会拖担我们 主要让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心都紧随你 主要你亲自来到去答应我们 让我们的心要献情给你 主,以感恩为祭来献情给你 以赞美来献情给你 让我们的心全然的依靠你 多谢赞美 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赞美我们的主 敬拜我们的主 Amen,是那主 我爱你 主啊,是的我们爱你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 耶稣 跟随你 耶稣 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 耶稣 祝我们爱你 耶稣 我们跟随耶稣 爱我的主 我爱你 耶稣 耶稣 我们现在一起同心合意的 为我们的政府 祂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祷告 祂很需要我们的支持 祂很需要我们用话语向我们的神祈求 主啊,祢为香港开道路 主啊,求祢次智慧给行政长官 祢次智慧给香港政府 里面所有的高官 主 他们要由天上而来的智慧 去带领香港 主 祢给他们 从里而来的智慧 从里而来的勇气 他们也需要有从里而来的爱心 主 让他们有爱心 让他们有智慧 让他们知道每一步应当如何走 主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每一个决定 每一个决定 主啊,是从天上而来的决定 主啊,祢让他们周围 包围着他们周围的人 主,祢给他们智慧 让他们知道在这个时刻 应该说些什么说话 应该做些什么决定 让平静安稳临到香港政府里面 让平静安稳临到香港市民里面 让平静安稳临到香港医院里面 主啊,祢给他们智慧 祢给他们勇气 祢让他们定睁仰望你 让他们开口呼求你 让他们知道他们没有路走的时候 他们真的跪在祢面前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求祢念我们 求祢开道路给我们 主啊,祢听我们的呼求啊,主 每一次我祷告 每一次我祷告 我要动祢的手 祷告 所以是我的手 不能做 每一次我祷告 大山被落椅 道路被撲毙 使得我会相依 我祷告 二章第二节和第五节 二章二节和第五节 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 彼得写这封信的时候 彼得跟所有信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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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的经常也会负毁 总而圣殿被拆毁 但是你们是神所建造的圣殿、灵工 但是你们是神所建造的圣殿、灵工 你们是那个真正的圣殿 我们献上自己 做神的仆人 叫神的荣耀 叫神的称赞 而当时的处境是很艰难 他们的受苦不是一年两年 他们的受苦不是一两年 不是十年 不是二十年 而是很多很多年 主后七十年圣殿和耶路撒冷都被毁了 再过多六十五年 再多过六十五年 公元一三五年 就是公元一三五年 罗马政府又将五十万犹太人屠杀 罗马政府又把五十万犹太人屠杀 毁了圣殿 还要私人大屠杀 但是彼得仍然叫他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 什么叫顺服呢 什么叫顺服 顺服跟顺从不一样 顺服跟顺从不一样 顺服 罗马政府不许基督徒信耶稣 但是基督徒要顺服 但是基督徒要顺服 顺服这个制度不是就说 好了 那我就不顺 顺服这个制度不是说 那我就不信了 那个是顺从 那个是顺从 顺服就是 真理里面叫我得救 真理是叫我得救 你这个做法制度是违背真理 你这个做法制度是违背真理 我就叫我顺服你 我顺服你 我继续相信耶稣 我继续相信耶稣 但是你捉到我 要将我屠杀 你就杀了 但是你抓了我 要把我屠杀 你就杀吧 这个是顺服 这个是顺服 彼得是叫当时的基督徒这样做 彼得是叫当时基督徒这样做 弟兄姊妹 感谢神 那些日子已经过去 感谢神那些日子过去 今天的日子不是那样的日子 今天的日子 我们COVID也只是两年而已 今天的日子 COVID也只是两年 很快过去 现在政府又放鬆了 很快过去 政府将要放鬆 所以我觉得 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 所以我要在这里跟大家讲 第一 我们的政府真的做得很好 第一 我们政府真的做得很好 很有胆性 很有弹性 很体恤百姓的需要 很体恤百姓的需要 他真的爱百姓 他真的爱百姓 我们要为政府的祈祷 第一 我们要问 第一个我为政府祷告 第二 第二 是好消息 是好消息的 我相信我们 这个疫情很快过去 我相信我们疫情会很快过去 是有盼望的 是有盼望的 所以我们继续地走在这个盼望里面 所以我们继续走在这盼望里面 比德当时的信徒 他们这么艰难 他们都存着盼望了 何况今天我们 真的很快就过去了 这个疫情会上 我们更加有盼望 这么艰难 彼得还是叫他们存着盼望 那今天我们这疫情很快就过去了 我们当然更有盼望 所以我们是真的活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面 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生活 我们活在这艰难岁月里面 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生活 活出有盼望的生活 活出有盼望的生命 我们一起举起手来 我们站起来 我们站起来 圣灵祢恩高我们每个人 圣灵祢恩高我们每个人 让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的生命 和祢的话语连接 和祢的话语连接 爱慕 爱慕 吸收 吸收 让我们长大 让我们成为灵工 让我们成为祢工 成为祢师 成为祢的基石 献上灵祭 用我们的好行为 让我们的好行为 叫那些攻击毁谤我们的人 无话可说 并且将荣耀归给祢 祢给我们弟兄姊妹 有成熟 有成熟的生命 成熟的信仰 以致我们活出一个灵工的样式 祭司的样式 祭司的样式 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祢 我们将自己交托给祢 祢是审判的主 祢是审判的主 祢是赐福的主 祢是赐福的主 今天我们的疫情将要过去 祢是祢赐福给我们 祢是祢赐福给我们 祢是我们继续小心谈慎 我们继续小心谈慎 但是有信心地去生活 但是有信心地去生活 有盼望地去生活 并且彼此相爱 并且彼此相爱 不发愿言 常常举起手 为有在上掌权者祈祷 常常举起手 为在上掌权者祷告 祢保守为每个弟兄姊妹都平安 祢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平安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